哪家企业来的 我看看哪家企业如此幸运 黑董投资 然后杨荣杨总 杨总 还有那个五八同城 段总 段总 还有呢 还有那个松鼠AI 利总 利总 还有吗 还有就是潮汐的六人游 潮总 潮总 对 其他的是不是都可以不考虑了 就这四家 去做什么 活动类的或者是助理类的一些工作吧 做过活动吗 我做过一些社区活动 我就问你个大的问题 因为活动执行在我们这些公司里面 肯定在大城市 对吧 北京上海 你只允许石家庄 你只去石家庄是吗 这是这么写的 别的地方一概不考虑吗 因为我觉得家庭跟那个事业 我的我的那个 在我的这边是希望并重的 好缜密 好有责任心 家庭为重 不是 现在目前为止 我还是把工作放到第一位吧 但是我希望我这个家庭 还是需要去维护去打理的 有责任感 没错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薪资如果销售的话 底薪是4K 然后那个活动的话是5K 然后助理也是5K 就这样 倒是不高 对啊 有一个问题啊 那个玉涵 你既然说你想在石家庄做这个工作吗 你不是也想做助理吗 但你看到我们现场没有谁的助理会放在石家庄啊 那您您这边有这样的岛位吗 我的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做 我的好 如果做杨荣的助理 你接受在其他地方工作 我太太远的话 我还是 不远就北京 北京啊 做他的助理 然后经常出出差 那北京我薪资我也没说呀 助理 你薪资多少吧 您要求 那我觉得得7K吧 也就是说杨荣 你可以接受7K在北京工作 对 我因为有儿时的 比较喜欢的类型吧 这种的 你爱好 喜欢的类型 你千万不要这样 宝宝好害怕 我怎么说呢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兄弟 你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没长大的大宝宝啊 宝宝 你今天真的就是 完全不在地儿上 你知道吗 一个大男人 你现在的话 就想选择一个 安逸的生活 15000块钱 然后你怎么去养孩子 怎么去养老婆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就是说 你到底你接来 你要怎么走 然后的话 你做销售 你也不踏踏实实地去做 做你的自我印制 也差了很多 你这样的话 你后面怎么办啊 你一家三个人 你都能扫血一个 你说你能不能认真点 能不能长长大呀 我在她身上 她表现出一种顽强的 想要争取的欲望 妈宝很多是放弃的 她说我就是宝宝 在她看来是 我要成为一个男人 但是呢 这个过程 好像似乎很漫长 第一轮选子去获勒 还有四盏章 天生我有才 今天的天生我有才是啥呀 我都不好意思念 今天我想给那个 一位女老板去做一个互动 小姐 我们有请杨蓉 你这是表现一类好 有请杨蓉姐姐啊 你有请杨蓉干什么 我要跟杨蓉去合作唱一首歌 什么歌 陈奕迅的十年 为什么唱十年 因为我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嘛 然后我希望那个下一个十年 能够与企业共同的去进步 也希望在座的事外企业能够越走越辉煌 那为什么挑她 你应该挑大家一起跟你唱十年 她想去杨蓉那儿 对不对 希望杨蓉给她一个岗 想接下来的十年跟你在一起 单身的杨蓉 你没钱了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杨蓉 好 谢谢 他老想跟杨蓉有眼神的交给 杨蓉老是躲闪 对 我不想 我非得 蓉儿你不行啊 人家深情缓缓地看着你 你都不敢跟人家对视 他老躲闪 你怕什么 他那首伸了半天了 对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爱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很显然他是其实对杨蓉这个企业 你看啊 他上一轮环境有说到说 如果是因为杨蓉七千块钱 他可以来到北京 也就之前对这家企业和杨蓉本人 确实是有好感的 我们特别不拒绝这种来求职的人 对老板本身是带有一些崇拜的色彩 和喜欢的色彩的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讲到 为什么要唱这十年 前十年是这样过的 后十年就请杨蓉上来 我觉得你有潜在台词没有说 是不是希望说后十年 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这家企业 或者是说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他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才唱了这首歌 你是不是有设计之前 对 我是有设计的 我想的一些 谢谢大家